郑少秋 陶大宇这两位港剧当中的经典符号性演员呢 近日又一同合作新剧了 虽然郑少秋已经年过70啊 但是无论是状态还是拍戏的身手 那可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 就连陶大宇也快要望尘莫及了 老爸 我们又来了 很兴奋 遇到我的好儿子 在1992年的港剧大时代里 当年29岁的陶大宇和45岁的郑少秋 在戏中饰演一对父子 两人同心协力 共同搅动香港故事风云 不过25年过去了 这对父子改头换面成了冤家 虽然两人在戏中的关系变了 但不变的却是郑少秋 几十年如一日的好身手 即便七十有余 但依旧老当一壮 要在戏里耍个剑什么的 那都不在话下 看到陶大宇都一愣一愣的 郑少秋这身手还真是靠多年拍打戏 打下的好基础呢 无论是书建恩仇录 楚留香还是戏说乾隆 各个角色都伸手了得 而1991年的戏说乾隆 作为第一部在内地播出的 郑少秋剧集 一时间四爷乾隆 几乎成为郑少秋的代名词 这部剧不仅让不少内地观众 认识了郑少秋 也开创了戏说历史剧的先河 洒脱不羁又兼具儒雅之气 风流倜傥又不失帝王之风 郑少秋版的乾隆令人过目难忘 而当年电视里的一招一试 都是郑少秋的用心刻画 为了在古装戏里 衣带流转的灵动飘逸 他可以在境前不断练习长达半年 时至如今 乾隆的一手扇子弓 也是功力尤在 为了保持在作品里的形象 郑少秋对自己也是要求极高的 拍打戏能自己做就尽量不用替身 就怕他们打不出自己的神韵 尽量自己动 我也怕替身不一定打到我那个样子 要说郑少秋还真是出道50年 就足足帅了50年 一大把年纪了 依旧神采异异 丝毫不惧怕时间的惊喜 综合演艺界这么久 郑少秋经历过巅峰 也走过低谷 古希之年的他 依旧希望能遇上好角色 好的角色可遇不可求 如果遇到好的考虑一下 文新天地综合报道 看郑少秋跟陶大宇 从当年的父子演到如今的对手 倒也不是陶大宇长得着急 而是郑少秋真的助言有数 那我相信在这个颜值和身材的背后 是自律的体现 小腹不平何以平天下